哇现在在圣地亚哥那个山顶上的Bamboa Park 这一带 建筑风格真的一秒串没到欧洲 哇这个花这是玛格丽特吧 对玛格丽特 哇太爽了羡慕 真的是羡慕热带地区啊 太美了 好多植物啊 天呐 哇这是那个香雪球 这个北方地区也有 哇这个泡皮好大 好好看的 这种各样的小菊花 哇这颗白颜色泡皮 白颜色泡皮好大 天呐 希望我家里种的泡皮能早点开花 这个湖上面的鸭子也太多了吧 这么多 天呐 这么多鸭子哦 还有这个泡皮吗 那个白颜色 哇好激动 真是不巧 这个植物园它好像在修散 它上面写的是 已经有一百年历史了 所以要修一下 好吧 那就看不成了 看一下里面 好吧 好吧 你就这样吧 哇这些建筑真的是好好看 天呐 这一排是那个茶花的树啊 这么高 这么大 我还从没有见过这个粉色品种 长这么大的 天呐 我只见过那种小的那种盆栽大小的植物 居然能长这么大 冰子兰 这冰箱长得也太好了吧 这么多 而且在这个树下面都晒不到太阳 它也能长这么好吗 一直以为这个需要暴晒呢 加州真的是随便什么大陆或设的 多肉在这里都可以长出状态 你看这个芦荟 这不就是个普通芦荟吗 哇这花开的 看谁要那么大的花 太美了 芦荟这种东西在自己家里种 都不可能种出这个状态了 哇下面还有红颜色的 红颜色的小的这种品种 其实自己家里面都是绿颜色 根本长不成红颜色 哇后面这个芦荟巨大 天呐 在旁边还有各种这样的多肉 所以说加州是多肉的天堂 好谢博主 植物博主住在加州 然后教大家怎么养多肉 这都是学不来啊有些东西 就是在加州养多肉 你真的是怎么养都养的好啊 好美啊这一带 真的好像到欧洲一样 哇这建筑上的东西雕的好复杂 天呐 真的是很的好看 这个也好好看啊 这是一个什么seater 巨院 好好看啊 真的是太好看了 然后我们现在往前面走 那有一个巨大的榕树 天呐这个也太大了吧 这么大一片都是一棵树 天呐 这树根的地方好粗啊 太夸张了 这棵树下边 就跟那动画片里画的一样 那龙猫那种动画片里面 画的榕树就是这个样子 这棵树是1915年的时候发现的 发现的时候都很小一点点 现在这么大了 好夸张 它都围起来的 这树根的地方都不准游客下去 估计是怕人去爬吧 因为这树的样子真的是很好爬 好了 我们准备撤了 这一圈已经逛的差不多了 基本就是这样子 各种建筑看一看 各种花花草草看一看 真的是好美啊 这样看真的是好美啊 旁边之前还有一个历史自然博物馆 反正这个山头就是他们的各种人文艺术的东西 这个走廊好有费啊 太有感觉了 这还有一个什么museum 好漂亮啊 这个建筑旁边这个塔也是好漂亮啊 这旁边还有一个花园 全是poppy 这些品种太好看了 太好看了 这种poppy我今年家里也种的 不过现在还是小苗的状态 真的很希望能够长大开花呀 好美啊 这边这个花团里面就全部都是暴春花 长桿的短桿的各种颜色都有 暴春花也是很值得拥有的 我家里也有一颗 但这个东西没有光的话颜色会退 我家里那颗本来是紫红色 本来是本来就是这个颜色的 结果放在室内 其实也有光啊 在窗户隔着玻璃晒 然后晒着晒着就变成白色了 白色带一点点紫色的那种 我来感受一下加州的法师 天哪 随便真的是路边哪个角落里面的法师都长得好好啊 哇这边这个花团里那是啥 金鱼草吧 好像是金鱼草 但是还有很多都没有开 只开了前面一点点 这旁边的白的又是什么东西啊 看不清楚